台北市議會再度開戰台治光案 台北市議員林世宗之一 先前議會曾經想要提出彈書 讓市府與台治光能夠實之實負 但是送到大會的時候遭到杯葛 而市長蔣萬安在專案報告裡面隻字不提 所以他懷疑這是不是在替局處護航呢 對此蔣萬安是嚴正否認 澄清市府會依法辦理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林世宗話說得很重 台北市長蔣萬安連連否認 澄清自己沒有圖利台治光 他也再度重申已經啟動解約程序 你可以審議為什麼不做 還113年114年都要把醫送給台治光 讓這個李慶王那麼囂張把握 台北市議會開議第一週講完 連續兩天進行專案報告 台治光案再度成為攻防焦點 林世宗質疑 先前警政衛生委員會提出彈書 希望北市府能依照肺率表向台治光 實之實負 就能替市府省下八千萬到一億元的公帑 但當時委員會送到大會時遭到杯葛 到了政黨協商時 就決意要用柯市府時期的三妹 要價兩千兩百元的費率付費 讓台治光白白多獲利八千萬元以上 為什麼你們在二月二十六號 跟台治光協商的時候 充分的浪力跟圖力 其中我質疑啊 報告裡面資質不談 由警政衛生的淡書 好隆比始作俑者 柯文哲照了你 你要好好去處理 一旦確認符合要件 市府啟動對台治廠公司 沒收履約保證金 最高可沒收六千萬元 履約保證金 並且依照規定 台治廠公司 因無償移轉光纖染線 台治光暗之快燙手山芋 讓蔣市府一個頭兩個大 雖然蔣灣頻頻喊話要解除紫約 不過越來越多疑點逐漸被挖出 真相恐怕還沒那麼快 雪落石出 就沉迷他張宇宣台北倉波島